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问题呢 你都那么优秀了 为什么还会自卑 这个问题里面的奥秘就在于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是有自信的 自信的氛围跟环境的自我里面 为什么还会产生自卑感 其实它有个前提哦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自己 很有自信 这样的自我呢 却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 生活的氛围里面 也仍然会产生自卑感 在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的来推荐 这个心理学大师 叫做阿德勒 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自卑与超越 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呢 好好地去钻研 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去找到自信自在的幸福舒适感 我们在身心里面所学的都是 要我们能够舒服自在的过生活 那就是自由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选几 圆 你选几 好 选二这张幸福卡到底是什么呢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命运之轮 就是你天生一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甚至有一个身体啊或心理啊 还是体质的障碍或残缺 诶 有些人有没有天生胖 那他怎么减肥就是都减不了啊 那有些人天生矮就长不高嘛 那有些人天生笨 那也没办法 天生就有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啊 这个残缺 不会影响你的优秀 不要因为我有什么残缺而产生自卑感 这是你要改变的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 一锦还乡 有时候啊 从小到大你有可能就会被冠上说 你要光宗耀祖 你要比别人更好 你是家里的栋梁 你是老大 你就要为家里争一口气 你的肩上是背着这样沉重的压力的话 如果达不到 或者是你达到了 你还要达到更好更高 你就会有压力而造成的自卑感 你永远在追求为别人而努力的那个光宗耀祖 这些压力会让你越来越自卑 改变吧 为自己而产生的努力会更踏实 而不是为别人的要求去努力 没有人注定要成为光宗耀祖的人 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啊负担卸下来 活回你自己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太阳神经丛 有时候我们人生呢 起起伏伏 尤其在工作上 可能你最近啊 工作不太顺利 被打压啊 没有表现的舞台啦 很多的挫折感 你就会开始自卑 你应该要去学一个新的东西 有时候工作职场哦 很适合不断的充电 无论你所学呢 跟你的工作有没有关系 一定都会带来很好的影响 会让你在职场的表现越来越好 那就去学一个新的东西 学一个专业的东西 来活化充电你的工作表现 在工作有表现 你就很自豪 那你就继续在工作的领域去冲刺 加油哦 很快的 你就找回在工作职场上 非常自信满满的那股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时空隧道 你们就是太喜欢比较 跟谁比跟谁比 老公也要跟别人比 小孩也要跟别人比 家里的车子也要跟别人比 住的房子也要跟别人比 人比人 气死人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买这台车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买这个房子吗 你知道你的小孩很优秀吗 你知道你的老公很棒吗 这才是你人生的重点 而不是去攀比 比来比去啦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你去看那些不如你的 难道你就沾沾自喜吗 那你去看那些比你优秀的 就觉得哦我不如人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你要活在你自己 创造的幸福美满当中 好这是要改变的 把攀比的习惯比较的心态呢 去除你的人生就很快乐 你就不会有自卑感啦 每一个人都是很优秀的 你会因为什么而产生自卑感呢 诶我不优秀啊 但我不自卑 这是最棒的一种幸福感 加油 GOGO哦 把阿德勒的书拿出来看 好好的阅读这位心理学大师 为我们全人类的贡献 下次我们再见哦